来各位观众我们来关键一把星河的前锋 看一下他是跟谁双排能排到谁 说不定能拼凑一些我们想看的 这边的话阵容上面是杂技前锋教授舞女打的是个使徒 那我看好使徒啊 那我无限看好使徒 这阵容怎么打使徒啊 这阵容前锋救人都不一定稳的 我肯定看好使徒啊 没毛病吧 有疑问的现在讲 我说这刀阵容我看好使徒的 谁赞成谁反对 对吧 原因在于这刀阵容使徒我觉得牵制穷者不可能溜穿 因为使徒这边带闪现不可能溜穿 然后救人又有风险 有反对的都记下来 到时候对吧 一个个的来找你们看 这个阵容能溜得了多久吗 这时候修机速度又不快 一波跳 哎 格窗刀还是打中了 那就没什么问题啊 只要这波格窗刀能打中 这个教授壳已经交掉 他就是一具尸体 勇哥这边带的是飞轮吗 带的是飞轮呢 写个剧本就是飞轮 躲掉这个闪现 好吧 没了 猫咬中 就没了 飞轮 飞轮 没用啊 沉默你 一刀好的 这个击倒 看似好像不是很快 但是穷者的密码机不太够的 为什么呢 外面一个前锋修不完吧 杂技刚才一直在旁边修不掉吧 唯一能修掉的就是舞女 也就是现在总量加起来 也就最多最多修了两台 多一点点吧 两台多一点点 不够的 这个密码机真不够啊 这边稳定将人挂上 前锋如果说不撞 就都有可能出现 救不下来或者双倒的 那打到这个局面 我说使徒输不了 没某问题的吧 总不可能这时候 还有人说这个局 对吧 使徒会被打成四人开门战 正常来讲是不太可能的 漂亮 对咯 拉球走 人家这边还有闪现 闪现一刀 分析的没毛病吧 能不能把专业两个字 打在公皮上面 博咪让我看一看 对不对 砸块板子 救下来 博咪 管肯定是管这个教授的 管肯定是管教授 但是这只猫没咬到 有点 有点可惜啊 这猫没咬到 这只猫咬到了 这边挂飞 那边回头过去抓前锋 或者说随便抓个谁都可以 这还在补前锋的状态呢 一刀 没打中 还在拖 前锋 要过来偷袭吗 由于这一波呢 砸劲呢 救的比较好 然后教授呢 又266起来 当然原因是因为刚刚你这帮没养到 所以说穷者是有保平的可能性了 保平的可能性打出来了 外面插一台机子 这边这台机子 说实话也压不住 你管不住的嘛 这边两个人半血 两个人满血 你这边没有半血的人 你留不住这个人压不到遗产级 对于穷者来讲 前锋甚至还有个博命 对吧 那我现在就要讲了 我觉得穷者三人开门战应该是有的 穷者三人开门战应该是有的 然后如果他们通过三人开门战 打出了三跑呢 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甚至觉得穷者三人开门战有机会了 对吧 甚至那三人开门战三跑有没有说法呢 也有说法的 又不是没见过的 所以我把化纤料在这里 省得到时候万一真的三跑了 就是因为刚刚那波的 这猫没有咬到嘛 对不对 这里再来管武女 其实我觉得得抓前锋 真的 这波抓武女不是特别好 为什么呢 因为前锋上过挂 然后前锋的球是可消耗的 他针对前锋打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不看啊 他主要带的是什么呢 他带的是一个风窗 所以说他觉得我这边抓一个前锋 外面机子压好了 球者来救一波 三人开门战 使徒就是个平局 使徒这边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局 但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个平局 你去抓这个武女呢 可能你就要面临的是个三人开门战三跑 因为这个东西不好说的嘛 虽然说你有闪现有挽留 好像开门战留一个不是那么难的事情 但是这开门战球者这边前锋有点球 然后前锋还有个搏命什么的 就不好说 杂鸡来救人 去抓前锋 抓前锋 行不行 应该不会抓前锋了 那就死守了 死守的话看杂鸡这波救人啊 三人开门战肯定有啊 三人开门战肯定有 这边看一下能不能够卡半救下这个武女 好像卡不了 卡不了的话前锋这个不命就不是特别有用 定住啊 打一刀 哎好像还可以哦 这边还有两连跳呢 啊我跳两连跳跳跳猫没了猫没了 哎猫没了跳不了了 人捞下来 武女八银河 八银河踩 死保武女92的机子 放猫 打 这 这不太合适啊 八银河 回旋步 跳飞轮 一刀 哎呦还好还好还好 这样的话应该是个平局了 这样的话应该是个平局了 我刚刚真的很怕他这刀打杂技 然后去追杂技啊 追杂技 这杂技是没上过挂 然后上挂待会前锋一波撞 什么开门战三跑 就有说法 可以可以精彩是蛮精彩的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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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